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事实啊 竟还有人以如此低微的修为 将空间法则动用到这种程度 蓝熏美眸里一片赞叹之意 泛着异彩妄想扬开所在的方向 因为空间法则的阻扰 空间力量的跌宕 让他看起来 扬开距离他的位置也是飘忽不定 时近时远 在这种力量的干扰之下 旁人根本不可能攻击到他 或许只是动用了什么秘宝而已 萧辰一脸不服地说道 对了 他手上不是有一件地宝吗 这家伙有点背景 应该有什么空间秘宝 蓝熏戴眉紧皱 懒得去搭理他 虽说空间秘宝确实有可能做到这种程度 但刚才扬开动手之前 根本就没有动用秘宝的痕迹 蓝熏看得清楚 他只是一抬手 便让空间法则笼罩了那一片天地 这绝对就是他自身的力量 唉 这小子 另一边 一直提心吊胆的夏生也是苦笑不迭 在杨开炼制成太妙丹之后 夏生便开始给他秘密传音 让他配合自己的行动了 哪里知道杨开根本不理会的 眨眼间就来了这么一出 看样子不需要我们帮什么忙啊 萧白衣若有所思的 嗯 夏生皱着眉头 他竟然精通空间之力 那肯定可以做到那件事 由此绝技的话 到底确是不用怕了旁人 只是 只是什么 萧白衣惊愕地朝夏生望去 只是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呢 夏生不解地望着杨开 直接带着太妙丹跑路不就行了 他还留下来嘲讽四方 还是嫌自己活得太潇洒了嘛 听他这么一说 萧白衣也茫然了起来 完全不知道杨开到底有什么企图 另一边 无常脸色铁青 默默地观望了杨开片刻 这才道 你以为躲在那里就安全了 杨开笑道 无常兄要来试试吗 正有此意 无常抱贺一声 伴随着无常的一声怒吓 一道人影悠然击射而出 动的不是无常 而是罗云 他踩着一种寻妙至极的步伐 瞬息之间就击近到那被空间法则影响到的位置处 凌空而立 目光冷然地望向下方 旋即他高高举起双手 紧握成群 抱在一起狠狠朝下砸去 狂暴的能量涌动起来 罗云的身后 驻然浮现出一个高达十几丈的身影来 那身影似是人形 却极为震撼 犹如巨灵神一般 举起两只擎天大手做出了与罗云一模一样的动作 呼 一息后 巨响声传来 那巨大的拳影则在了空间法则影响的领域处 杨开脸色骤然一变 只见那四周的空间裂缝竟在一瞬间分崩离析 而自己营造出来的空间领域也在这一刻被暴力破开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无常竟忽然从罗云身后 杨开的视野死角处跳了出来 他一手持刀 一手持剑 那刀身英红如火 那长剑洁白无瑕 刀剑焦灰相印 泛起了一片迷离光彩 无常指示将刀剑交叉而出 一层阴阴的光芒便骤然跌宕开来 与此同时 他口中爆喝一声 刀剑阵域 封锁四极 噓噓噓噓噓 肉眼可见的刀剑剑芒充斥住那诺大一片天地 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 将这一片空间都彻底封锁 所有人都看得叹为观止 瞠目结舌 无常与罗云这两个之前 还彼此看不顺眼 甚至发生过一点小摩擦的难遇精英 竟然在这一刻配合得完美无瑕 先是由罗云倾听一击 破取杨开的空间封锁 后由无常施展秘术 反封锁住杨开的行动 如此一来 杨开即便精通空间之力 也势必要成为雲中之鞭 两人对出手时期的把握 简直妙道颠好 即便是同门师兄弟常年配合 也不一定能做到这种程度 但他们两个出身不同的舞者 却都做到了 凭借的仅仅只是自身的判断 和战斗的本能 要坏 吓声脸色一变低喝起来 另一边 无常已经冷笑不迭 热下看你怎么死 说话间 他手上刀剑 已然又是一脚 一股红白相近 充斥着刀光剑芒的风暴 驻人朝杨开袭去 他出手没有丝毫留守 显然是已经打算 置杨开于死地了 众目回回之下 那风暴直接将杨开吞没 将他的身体绞成碎片 甚至连带着他身边的墨浴顶 也被绞了 不少人见到此目不禁大呼小叫 面上浮现出肉疼至极的神情 虽说杨开死不死 与他们无关 他们也不关心 可若是毁了探妙丹 那就不是众人能够接受的了 到时候无常就会成为千古罪人 替杨开背锅 那边一击出手后的无常 却没有丝毫喜悦之色 反而面色凝重地皱起了眉头 罗云同样如此 他举目似我 似乎是在寻觅着什么 背后那巨大如去灵神般的虚影 也逐渐消失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一道声音忽然从侧旁传来 众人闻声望去 指尖阳开竟毫发无声地 站在那边的虚空处 手上拖着那一方炼丹炉 面色阴沉地扫下下方 冷声道 刚才那一下 我可以当作是对我有没有 与你们对话资格的试探 如今结果已经出来了 若还有人不识相对我发起攻击的话 那么这一炉太妙丹 我就全吃了 疯了疯了疯了 疯了 这家伙完全是个疯子呀 这位兄弟不要啊 吃那么多丹药对你不好的 分我一粒如何 乌茶眉头一皱低声道 果然能够顺移 先前他就有所猜测了 阳开既然精通空间之力 那么肯定可以做到无视空间阻隔 类似于顺移的秘术 所以他才想封锁住阳开所在的那一片天地 准备来个共中捉鳖 他自问与罗元之间的配合衔接的恰到好处 可依然没能将阳开怎么样 他甚至都没有发现 阳开到底是什么时候顺移走的 但从这一点 他就知道自己等人是根本没法拿阳开怎么样了 精通空间之力的舞者 在逃跑和追踪这种事上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此传言果然不是作假 想要击杀或者擒拿阳开这等人物 唯有少数几个法子可以施展 要么就请来与他实力相差巨大的舞者 以绝对的实力碾压掉他 让他没有动用空间力量的机会 要么就是将他引诱进一片独立的小公斤 让他逃无可逃 要么就是制造出类似结界的存在困住他 四季之地内无人可以做到这种事 阳开在这里简直可以无法无天 阳兄话中之一 是要与我们谈判 蓝星带眉一阳开口说道 他从阳开刚才那句话中听出了不一样的意思 公主殿下所言极是 阳开离子一笑 不过公主说对了一半 愿闻其想 蓝星带眉一笑 我是要跟他们谈判 并非是与公主你 FM出品的五练巅峰 阳开说话间已经伸手探入自己的那个灯炉中 取出了一枚圆滚滚 圆磨龙眼大笑 色泽鞋白 犹如珍珠一般的灵灯来 庆然心脾的香气立刻弥漫开来 太妙丹 人群中惊呼声传来 每个人都目光火热地望向那一粒灵灯 每个人都知道 这就是那传说中直通地位的灵灯妙药 炼制太妙丹的一味药材由公主殿下提供 那么杨某就按照辛勤之约送公主一粒灵灯 请公主笑纳 杨开捏着那一枚灵灯朝蓝星示意道 哦 杨兄愿意旅行约定 蓝星有些意外地望着他 他本以为杨开不会再这么做 哪里知道事情跟自己想的有些不太一样 杨开正色道 这是自然 太妙丹能够炼制成功 公主殿下提供的那一株灵血枝功不可没 若没有那灵血枝 此刻自然也就没有太妙丹 公主殿下自然可以分到一粒 至于其他人嘛 没出力 没出东西 只是站在旁边围观也想要丹药 他一声毫不留情的唾弃 哼 做梦去吧 杨兄此举也算公正 蓝星微微焊手 正色道 既如此 那小妹就不客气了 这般说着他轻移连步朝杨开 行了过去 不多时便来到了杨开身边 接过他递过来的灵丹低声道 谢谢 公主客气了 杨开微笑回应 若是可以的话 公主殿下此刻便可以将这灵丹服用了 太妙丹与旁的灵丹不一样 他并非是需要在静声关头服用的 反而是越早服用效果越好 药效发挥的也越是彻底 待到公主敬声帝尊敬那一日 太妙丹的作用便会发挥到极致 那就现在吃了吧 蓝星说着果然将那太妙丹塞入坛口咽了下去 咕咚 声音并非来自蓝星 而是下方那些围观的舞者们 他们眼睁睁的看着蓝星将这一枚灵丹服下 竟是情不自禁的咽了下口水来 公主殿下天资绝伦 服以这一粒灵丹 成就地位指日可待 姚某向在这里预祝公主五蕴昌龙早灯递进 丑女几眼 蓝星微微一笑 马匹拍完了吧 无常忽然一脸不爽地打断了两人的交谈 冷冷地望着杨开道 我大概是想明白你想干什么了 好 杨开眉头一扬望着无常道 无常兄若是猜到了 不妨说来听听 无常一声冷哼 冷声道 太妙丹已经炼成 你有精通空间之力 随时可以从此地离开 但你却并没有走 反而还留在这里喋喋不休 故意取出太妙丹来诱惑众人 你所图 无非就是想用太妙丹 从此地之人手上交换些什么罢了 顿了一下 他继续道 你也算是聪明人 你知道 就算带着太妙丹 离开四季之地 也不一定能够有所保全 因为只要在这里的舞者 将这个消息带出去 出口外的那几位帝尊警 便不会轻易让你离开 他们倒也不至于以大欺小 抢夺你的东西 但必然是要你交出太妙丹 然后给你一些补偿的 只是与其被动地接受旁人给的补偿 还不如主动出手 尽量争取最大的利益 他最后盖棺定论 我说的对也不对 杨开一脸赫然地望着无常 似是听呆了 好一会儿他才服长赞道 真没看出来啊 无常兄竟是这般心思玲珑的人 他此言 无疑是承认了无常所说 事实上 杨开确实就是这么想的 太妙丹确实真贵无比 若是有可能的话 他还真想带走 以后找机会换取一些旁的 对自己有用的珍贵物品 相信 但以太妙丹这三个字 便没有哪个人哪个宗门愿意拒绝 便是星神功也不会 可是 正如无常所说 他就算把太妙丹带出了四季之地 也绝对不可能真的带走的 出口外的那几位帝尊敬 怎么可能让他这么做 最理想的结局 无非就是那几位帝尊敬 把他的太妙丹瓜分了 然后各自补偿他一点好处 这可不是杨开希望看到的 自己的东西便要自己做主才行 哪怕亏本一点 也不能让旁人来插手 原来他打的是这个主意啊 下声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在此之前 他就得杨开那自寻烦恼的做法 表示不解了 可如今看来 杨开哪里是什么自寻烦恼 根本就是早有预谋 所以才自己站出来要炼制太妙丹 最后又将灵丹独吞 以此为筹码 以众人换些什么 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而这个计划的实施 所需要的条件极其苛刻 其一 需要对自身的炼丹术有着极强的自信 能够炼制出太妙宝丹来才行 若是没有这个自信 炼制失败 弹劾什么后来的发展 其二 要对自身的实力有着极强的自信 不求打得过这里的所有人 只需要有逃跑保命的本事就行 而现在看来 杨凯显然是两者接战了 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计划简直天衣无缝 他有能力炼制出太妙丹 也有能力在众强环视之下潇洒走人 一切的主动权都捏在他的手上 反倒是那些原本对太妙丹抱有无切实际幻想的家伙们 一直被杨凯玩弄于鼓掌之间 在杨凯专心炼丹的那一阵子功夫 恐怕没人会想到事情的走向会变成现在这样吧 若能为不先知的话 那大概也没人会等候杨凯继续炼丹 早就一拥而上去抢夺太妙宝莲了 这家伙所行之事简直人神共愤啊 不过却让人极其欣赏 欣赏他的胆量和气魄 这种举动可是等同于与所有人为敌 一个不小心便是万劫不复的结果 没点胆量和气魄谁能干得出来 想到这里夏生又是脸色一变 暗骂杨凯狡猾无比 他在太妙丹城之后 先是分给了蓝薰一例 明面上的理由是蓝薰提供了一株碧血枝 先前有所约定 而实际上呢 他大概是不想与蓝薰为敌吧 毕竟蓝薰的身份很特殊 没人想与他发生什么冲突 当时就算没有那壁血枝 杨凯估计也会另想他法 让蓝薰收下一粒灵丹 比如说试试这太妙丹的成色和效果什么等 蓝薰拿了太妙丹 就不可能再去为难他 反倒是出了四季之地之后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还要替他说上几句好话 这等于是给自己上了一层安全的保证啊 一瞬间 下声脑海中闪过老尖巨华四个字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